其实1021也是创意旅行社 当时游览车翻覆在 梅基台风翻覆的 旅行社大家记不记得 那时候梅基台风来 2010年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在 这个苏花公路这个地方 创意旅行社带了一些 路客团的游览车过来 可是那个时候他们就觉得说 那路应该可以穿才对 因为他们讲说 如果没有过这个段的话 我们就要被受困在 花东这个地区嘛 所以他们也是赶时间嘛 而且他们也是赶时间 他们想说应该你现在 叫你来说这个路况应该是可以过去 所以后来 他们包括导游跟那个司机就想说 我们把它拚看看 就冲过去看看 哪知道一冲到半路的时候 在112公里处这个地方 刚好有五千多立方公尺的 那个泥土 泥沙 土石流 就趁这个机会刚好整个冲下来 那冲下来之后你看 那创意旅行社这台游览车 就全部都刚好被冲到海里面 那造成二十三个人疑难 那当时有花东这边有三个游客 在这个地方的话 还有居民 也是因为在这个路段 也是因为冲这条路 后来也是被土石流淹没 所以总共那个时候 21号那天就造成26个人 在这边死亡 所以1021会是很多花东人心中的痛 不过我们回来谈铁道经济 有铁道就有人 有人就有钱潮 所以其实全世界各国都在拼铁道经济 但铁道经济的背后 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们看到我们的浦尤玛号 我们在看到中国的温州动车 我们就要回头来想 当我们在拼铁道经济的同时 我们有没有做万全的准备 对 那我们来看这个温州 那一次的一个 他的和谐号发生了追撞 那是在2011年的7月23号晚上 那个画面也非常惊悚 你才对丘顶整个摆下来 对 以前第一解册箱 第二解册箱 第三解册箱 全部都冲出轨道 然后第四解册箱就半吊在中间 那他那个女孩子就坐在第五解册箱 然后他就描述当初会发生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那个火车本来在温州南站 他本来是要靠站的 还没有靠站呢 他就停车了 停车以后又启动的时候 突然之间有一个紧急煞车 他从椅子上就被抛出去了 抛出去以后他站起来以后 他扶着旁边的那个扶手的时候 又突然发生第二次更大激烈的一个撞击 这一个撞击以后 他忍就失去知觉了 然后就发现前面的 刚刚讲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解册箱 这样整个就已经抛出去了 它刚好是一个类似铁桥的地方 高架的地方整个抛下去 下面是一个 下面是一个河 那一天晚上刚好是暴风雨 而且是又打雷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其实那一次死了四十八个人 死了四十八个人当初那时候来急救了 经过四十五分钟 因为他离那个村庄蛮远的 那急救人员包括救护车 包括警察到现场控制现场以后 竟然就地挖了一个洞 把那一些罹难的人员 还有那个破碎的邪和号 整个就埋在底下去了以后 那那个司机员再一次就罹难了 罹难以后就把所有的过失 全部推给那个司机员 那后来经过调查以后 发现他根本不是脱轨 因为在本来在八点五十分发生事情以后 在十一点三十分他们的电视跑马灯就说 邪和号在温州脱轨 然后出现了一个意外 那死亡十一个人 他说死亡十一个人 在经过四个小时以后 他说邪和号是这次脱轨死亡四十五个人 那结果后来发现根本不是 是因为从北京到福州的这一班的邪和号 是因为司机员的不小心 去撞到从杭州到福州的邪和号的屁股 就是一种追撞的一个状态 所以到目前来讲 几乎这种追撞的状态 他们也是必要不谈 他们就把所有的过失都推给这个驾驶 所以很多人说中国高铁是不是跑得太快了 对 他们十年就要四纵四横 为了追求速度 其实忽略了安全 中国高铁它其实是源自于日本的一个指导 它在一九九六年的时候 他们就决定要发展他们的高铁经济 所以在他们的九五计划里面 他就说我未来到二十年里面 我要发展到一万六千公里的高铁 而且速度要超过两百公里 那时候是两百公里 所以到现在来讲 中国高铁已经发展了二十年了 那么在一九九六年开始 他就确定计划以后 然后到差不多两千年就开始建高铁了 建高铁以后 他就一直建建 建到二零一四年 他每年的高铁的投资 从五百亿一千亿 到二零一三年到二零一七年 每年投资已经超过八千亿的一个 这么高的一个金额 全国已经建了一万六千公里了 所以他的一个高铁 从过去两百公里的速度 到现在听说最快 已经可以到三百五十 甚至四百五十公里了